The FFCCCII leaders warmly welcome the visit of the delegation from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Commerce Club. 商总租领导热烈欢迎中企会访飞团一行。 中企会北京企业家商务俱乐部访飞代表团在团长方嘉宁率领下, 于11月30日下午立访飞华商联总会,受到副理事长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代表、 理事长施东方博士的热烈欢迎,首先由陈章成副理事长致欢迎词。 他向方嘉宁团长一行,介绍商总的组织结构, 以及该会所推行的各项方案和所从事的一系列工作。 他亦向他们介绍菲律宾的综合概况和营商环境, 尤其是后疫情时代的经贸动态, 希望商总与中企会今后能够加强联系,寻求合作商机。 既由秘书长严长江博士介绍该会出席领导, 方嘉宁团长在致辞中表示, 访飞团这次来飞的目的是对本国进行考察, 同时与本地企业家交流,寻求在各领域进行多方面配合,探讨合作商机。 他表示,中企会是由国内外知名商业领袖共同搭建的资源生态综合服务平台, 希望今后能与商总配合,增进两会间的友谊。 接着,由中企会企业家俱乐部副秘书长邝兆华介绍访飞团成员, 再由仿飞团诸位企业家介绍各自从事的行业, 然后兵主深入交流沟通,探讨一系列相关课题。 明誉理事长庄前静,副理事长洪建雄, 陈炳青,施清伟,亦分享各自的心得。 该会出席领导,由理事长施东方博士, 明誉理事长庄前静,副理事长陈章成, 洪建雄,陈炳青,施清伟, 秘书长严长江博士, 各位董事,各委员会主任, 共同主任,副主任,理事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